今天好在玩具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弹珠超人或者我们讲的炸弹超人系列的商品 这是弹珠超人爆外传的连发炸弹王 或者我们也可以叫做黑战车 个人是比较喜欢叫它黑霸王 基本上这三个名字我记得都有人念 但那种官方的公式书或者是漫画 是叫它炸弹王或者是黑战车 黑战车这名字我是觉得真的是蛮熟的 然后直译的话应该是黑色格林发射 因为它这个部分是可以旋转的 那一样它的机体是由所谓的黑色战珠 我们讲的黑宝所操作 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那时候有买到两种颜色 分别是蓝色跟这个我们最常见的这种颜色 那主要是这两种颜色 然后其实还有一种颜色是本人那时候在网络上看到 它其实还有一种电镀金 但电镀金那个好像是之前的抽选商品 应该本人是没有机会跟大家介绍 因为我看它好像卖10 好像是快10万 就折合台币是快10万 因为那个Google自动换算的系统 那就不废话 主要介绍机体给大家看 那就先放在旁边 先介绍蓝色的好了 它们的本身的机体是一模一样 唯一差别就只有颜色 这点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台湾我那天有看到有人卖好像卖5000多块 基本上只要是弹注超人 爆外赚系列 你只要是黑宝操作的机体 像它的黑 后面的那个黑色战神 黑色战皇 只要爆外赚 只要是它的 或者是所谓的黑霸王这一组 基本上战神战皇 它只要是它的机体啊 都还蛮贵的 因为它基本上 黑霸王这没有合体功能 那其他后面那几只 可以合体什么光明圣龙那几只 黑霸王其实蛮重要的 那就不废话 主要还是先介绍这个所谓的 我更是喜欢叫黑霸王 上面是这样子 正面这样子 然后有一种不对称的感觉 是因为它这边有个机枪的那种设计 这边有个机枪设计 然后你注意看我旋转它这个枪口的时候 它的右手是在旋转的 因为它的设计就是你的右手 它这边可以拉着 然后注意看它的枪口的部分 它就可以一直这样握住 然后注意看它的设计成 右手这个盾的部分 它是可以旋转 然后它的枪口就可以一直 连发弹珠出去 这个设计是不错的 我个人很喜欢 它主要这一组 它就两个联动机构 一个是这个所谓的机枪的部分 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有螺丝 这应该算是齿轮 然后右手 右手是这个联动机构的开关 所以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你买的时候主要就是看这个零件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所谓的左手部分 它就是一个零件这样锁住 这边看注意看这边有螺丝 它就是锁在那边 其实因为左手我个人就比较 然后底部是这样子 这边是没有轮子的 然后注意看它这边 我喜欢叫它属西部 属西部这边这一个 像是盾牌的东西 它的驾驶长是属于联动机构 如果跟别人玩 它打到你这边 打到一下 我好像压太大力 打到一下 按到底讲它是打到一下 黑弹珠被我拉出来 它打到一下后 它会先往前弹一次 然后第二下的时候它就会把 黑色弹珠给弹出去啊 这是它的设计啊 这点设计蛮有趣的 然后这是它的盖子 正面上 然后上面这一个蓝色的部分 它可以打开 里面可以看放弹珠啊 有稍微随便拿个几颗啊 然后我必须讲 你翻太多也没用 因为你放太多 它其实转 会卡住啊 因为本来那天有试着 装满 后来发现 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 大概装一下 然后可以 我盖子就不盖啊 可以看到里面 它的弹珠 这边就有个卡榫 它就可以把它射击出去啊 像这样子 把弹珠掉出去 弹珠掉到哪去了 像这样子啊 这边 可以看到这边 可以让它把弹珠射击出去啊 像这样 像这样 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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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基本上 其实它的射击 可以看到 因为已经机器老旧 我个人是觉得射击的能力 没有很强啊 基本上 手挡在前面 是可以接得到的啊 像这样 像这样 好 像这样 又卡住了 把弹珠部分 撿回来 很怕等下弹珠 之前不小心玩这个弹珠 卡到脚 痛 踩到这个是会痛的 所以要就把弹珠 弹珠 弹珠射完 再继续讲 然后可以 这边可以看到弹珠从这边 注意看那个蓝色玻璃的部分 那个弹珠 它就可以从那一边 一直发射出去啊 就让它 基本上就是它一直旋转 让弹珠可以一直卡出去 像这样而已啊 射完后里面这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 基本上在网路这一组 还是找得到啊 售价大概 两三千 全新的人 日币有 几万块有全新的啦 但可能稍微找一下 本人是有 旧的 再加上一些 后来本人也有再去买啊 最主要容易不见的 两个零件 三个零件 这一个 所谓的驾驶舱的盖子 这个零件很容易掉 或者是这一个 上面这一个 所谓的 弹珠舱的这一个盖子 这个也会掉 或者是最容易不见的部分 像本人这边有一只 杀肉过的啊 给大家看一下 最容易不见的三个零件 它都不见了 鼠西部的这一个 护挡 驾驶座的这一个 驾驶舱 然后上面这边的 盖子的部分 它都是 盖子的部分 这三个零件不见 但它这个联动机构 一样是可以弯曲啊 这点是还不错的 然后比较有趣一点 是它后面这边 其实它后面这边 还有个插销 你把插销 压到底后 其实它就 弹起来会比较慢 等一下 哦 弹 这里 可以 可以看到 它这个插销是可以把它 推住这里的 推到这里的 这是它插销设计 然后它的设计就是 如果你被攻击 它可以连去发射 然后如果它被弹到这里的话 基本上它就会往上弹 这是它这一组的一个 蛮微妙的设计啊 这边 底部这边有 注意看有两个卡榫 可以 这边有两横啊 这两横就是卡住 它的底部的这个 齿轮后面这里 然后盖子给它盖起来 然后注意看它盖子部分 这里有两个插销 是插在这个两个这边 它驾驶座的插销啊 正面上 那给大家看一下 另外一种红色的版本啊 红色 用这一个 这一个像这一个 我的这个属席也掉了 这边有另外一个 是属席没有掉的 正面这样子 两者其实差异不大 主要颜色的差异啊 贴纸也有差异啊 侧面这样 侧面这样子 然后完完全全的差异性 真的不多啊 底部这样 后面这样 然后这边 只有这个 基本上唯一的联动机构 就是所谓的 鼠席部这个 跟右手的机关枪 这一个 这两个是联动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里面的零件 一个是红色 一个是蓝色 这是 我不懂为什么它 会有两种颜色啊 因为其实 我那时候拿到的时候 我也发现 我是不是哪边搞错 拿到两种颜色 这是 弹珠超人 爆外撞系列的 连发炸弹王 或者是直接叫做 黑战车啊 个人是比较喜欢叫它 黑霸王啊 整片这样子 那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啊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寻找这一组啊 基本上 爆外撞的弹珠超人 炸弹超人 都比较 都比较 贵一点点啊 就 个人觉得如果 没有再收集 其实不用啊 那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啊 我拍了 会有什么